你知道最近有个挺有意思的事 我就研究这个村规民约 你知道村规民约是什么吗 因为现在有些人发现呢 就说中国的这个有些村 他现在也是民主啊 村民代表大会 大家就可以通过一个村规民约 可是这个村规民约呢 有的时候跟那个通行的法律啊 不见得符合 比方说我看他们一个报道 有个叫村叫磐石村 这磐石村的村长你一听啊 就很风俗叫李大教 李大教村长就接受 这是我们全村投票定的 村规民约通奸是吧 罚款通奸罚款 1400块钱 说这个我们以前我们的 你看村规民约本身啊 是他以前的一种风俗 他这个风俗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现在是给罚款了 以前我们村通奸也是罚 但是罚的是什么呢 罚空间的人呢 拿出76斤肉 36斤酒 全村的人喝一顿 我觉得他一下把这个古老的习俗啊 搞得黯然失色 你想想过去就说他这个村通奸呢 是全村人呢 76斤肉 36斤酒 狂欢一场啊 对吧 只不过说罚你 你拿出来 现在改成这么很枯燥的 罚一千多块钱 罚一千多块钱 你知道吗 他们说还有一个地方 重庆大祖某个村 村规民约 你知道能把右肩气死了 不是处女 不分地 那谁 谁检查 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例 谁检查 就只是说把所有的村里男人 叫他说 你有没有睡过 你有没有睡过 医生可以检查 这个可以检查 到医院检查 不是处女不分地 这个你看 你看他如此的 就是说历史上的真操官呢 其实往往是跟生产生活方式 跟财产的归属 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女同学们一定要分清楚 不要上了男人的当 很多种真操官呢 是出于男性中心主义 男人把女人当成私有财产 讲究处女膜 讲究身体的干净 不能让别的男人碰 那一套我们应该抛开 对 你说到上当还可能不仅是上男人的当 可能另外有一群女人很高兴 也鼓励你们守真 为什么 你们越多女人守真啊 特别他来说竞争的对象越小 对不对 比较没有那么多女人一起去抢男人嘛 对不对 有些就退了 因为有些男人就不喜欢守真女 所以就剩下机会比较多 研究市场呢 对 从市场的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真啊 你怎么理解又婷 我觉得这个 其实老实说 就在今天这个新时代里 该怎么理解 要不是你今天谈这个题目 我你说对一件事 我从来没想这件事情 没有真超观念 是这样说 对不起又婷 我要收回我追求你的 没有 应该这样说 没有真超观念 因为你对这个东西 你就觉得太怎么讲 很沉重 我只能说我从小被教导 就是你要对你的身体尊重 而你今天当你决定 第一次发出的时候 这件事情一定是要你请我愿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是开心 谁愿意被强奸 有很多女生半退半就的 他觉得说我 甚至到现在我还有朋友 或许你都觉得已经 快三十岁的女人了 他还都觉得 我一定要每天跟我男朋友回家 然后他一定要跟我住在一起 为什么 这是绑住他的方法 他才不会出去玩 我才不知道他明天睡谁 我说天哪 你到现在还有人用身体 可以绑住一个男人的方法 说这是一个办法 说他把信已经无限扩大 但我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第一你要一定要你请我愿的情况 但是当下 你一定要满满被爱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不会不舒服 你要快乐的情况之下 你才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一定要想很久 还有要戴套 对就还有保护自己的情况之下 所以假如从又婷教观念来说 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 什么叫真 不是忠于对方 是忠于积极 你忠于积极的身体 你觉得你请我愿意保护积极 觉得快乐 愿意 就这样来进行你愿意的行为 他这好像是比较先进的 学者们就讲了 女同学们本意是好的 但是在今天的时代 最重要的是 真是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不要伤害你自己的身和心 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搞到堕胎 这种情况呢 对吗 什么女同学们和现在都还说什么 不要相信无统人流 你根本就不应该发展到那一步 对吧 如果你是个成熟的女性 而且我觉得伤身都已经算是海科一级 因为现在医学发达 或许还不会让 像过去一样 让你的身体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上面 可能会带度更多对爱情的 或者是对感情的想法 我觉得才是更惨的一种伤